作家黃春明以散文 新詩和劇作的形式 達到作品《戰史乾杯》 內容是描述盧凱族的青年熊 他們印鷲四代男性 曾經有分別為日軍 共軍和國軍徵召打仗 犧牲了生命 這部作品是授權給了小劇場 將會在臺北 臺中和屏東上演 盧凱族青年熊 相繼者講述祖先故事 看似輕鬆 但背後卻隱藏歷史 所造成的無奈 小劇場推出年度新作《戰史乾杯》 以盧凱族青年熊的家族為出發 這一家四代男性 不只為部落而戰 還分別被日軍 共軍和國軍強迫徵召 犧牲了生命 這不只是政權更迭所帶來的無奈 還有關於身份認同的討論 更是劇作家黃春明偶然發現的真實故事 有三種群種 他們都替別人打 生活條件幾乎是被我們剝削 雖然你沒有看不及他 作惠結構的一個暴力 比你讀一本理論的詩 更具體的打中了我的心 《紅春明的《戰史乾杯》》 是1989年的散文作品 後續以小說 新詩和劇作等方式呈現 但這一回更首度授權給劇場演出 也是文學到劇場的再一次詮釋 我好像是在學習當一個獵人也好 或者在學習當一個戰士也好 如何去追擊演員身上的蹤跡 關於追蹤這個故事要說的蹤跡是什麼 有一天我們也可以 所有的台灣人就是像戰士一樣 為自己敬一杯乾一杯 把文學作品轉譯成劇場的演出 用音樂 燈光等各種變化 呈現山林彌酒 還有喝醉酒之後 和戰士的相遇等狀態 導演期待可以讓更多人 看見屬於台灣 屬於原住民的歷史記憶